兴起来一种感动 动词是兴 可是你现在是当做一个名词啊 是你使内心兴起来的这样的一种作用 一种传述的方式 所以名词的时候我们就念兴 那么这种方式 它的情欲与形象的关系是什么 是由物极星 就是你内心不是动了吗 是什么使得你心动的 我们刚才也念了中荣的诗品 说气质动物物质感人 所以我们要知道 是外物使你感动了 是由物极星 由外物引动了你的内心 我们最原始的 先举一个诗经的例证 诗经的第一首诗 大家都知道是官军 说官冠军就在河之州 窈窕树民君子好求 官冠军就 冠军是一种水鸟 官冠是鸟的叫声 所以他听到水边的沙洲 在河之州 在河水的那个沙洲上 有一对鸡鸟鸟在叫 官冠鸡鸟在河之州 这个年轻人听到这一对鸟 互相呼唤鸣叫的声音 他就想鸟还有这么好的伴侣呢 我们人也应该有一个好的伴侣啊 所以官冠军就在河之州 就想到窈窕淑女是君子好求 所以这是由心即物的 一种表述的方法 复试寄心即物 我就直接的写我内心的情谊 我要把我内心的情谊 写得非常具体 而表述出来一种事件 这个一种寄心即物 不用外在的植物或者是动物 比如说诗经上的《枪重紫》 这是一个恋爱之中的女子 唱给她的那个 恋爱的对象的那个男子的一首诗 她说 《枪重紫》 无欲我礼 无者我竖起 于是跳过去 所以你不要每天晚上跳我们家的礼门 古人有一个礼 一个礼 就是一个支柱的划分 这一个小区 一个小区 这小区外边有一个小门 那就是礼 说你不要老跳过那个礼门 偷偷的到我们家来 因为你跳那个礼门呢 就把那门边的树起 就是起树 把我们那棵起树的树枝就折断了 你不要折断我们家起树的树枝嘛 这个没有什么植物动物的形象都没有 他直接就叫了这个名字 他说种子啊 所以有人翻成亲爱的小儿哥 他为什么要加个枪 要加个锡呢 所以我们说既物既心 你不要植物 也不要动物 不用这个形象直接的给你感动 你直接叙述就给你感动了 如果你没有枪 也没有戏 你说种子 这像他爸爸在叫他了 一点也没有感情这么严肃 种子 所以这个女孩子呢 表示亲密 就带着那女孩子的那种爱情的声调 说枪 种子 戏啊 你看多么妙 他就用两个虚子的声音 就表达了这个女子的一份柔情 他说 无欲我礼 无者我受情 你看两个 他都是无 No No 对他都说的是 不要这样 不要那样 这不是很伤感情的事情吗 说你无欲我礼 无者我受情 所以他赶快拉回来 他说既敢爱之 我哪是爱那棵树呢 我当然更爱你了 既敢爱之 可是我为什么呢 你不要跳墙 折到我们树 是为我父母啊 我是怕我的父母责备我 发现树枝折断了 发现我们的优惠 就会骂我的 但是他又说了 我虽然怕我的父母 但是对于种子女 我还是爱的 众可怀 不过父母之言 是亦可畏 但是父母的责备 我还是很害怕的 所以你看 这首诗感动的力量 不是植物 也不是动物 不是一个美丽的形象 它是直接的叙述 既物既心 直接叙述这件事情 就表达了内心的感情 这是我们中国诗的写作 引起你 你自己是怎么被感动的 你的诗怎么使别人的感动的 三种肌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